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小学四年级前没穿过鞋子 我们家很苦很穷 我会帮忙左邻右舍 请鸡粪 帮鸡打针 帮公鸡和母鸡配种 许奈玲感慨 寒门出孝子 越穷的孩子越能了解 家里的辛苦 越能体会父母养家的辛劳 许奈玲从小就喜欢唱歌 梦想当明星 1982年 以舞群身份在歌手将临的专辑 男朋友MTV中 露脸而接触娱乐圈 随后拍某洗发水广告时 被发掘成为歌手 先后发行了小微 红鞋女孩等数张音乐专辑 并以孟飞和潘影子主演的武侠剧 神舟侠侣的主题曲 驰骋神舟红遍乐坛 唱儿优则演的徐乃玲 跨界影视圈 首部作品是电视剧《阳光少年》 帅气的长相 以及与身俱来的演习天赋 受到制作人的重用 尤其深得琼瑶赏识 先后邀请他主演了六部琼瑶剧 《庭院深深》里半夜暗算 张寒烟的《镇压力》 在水一方里的家庭医生雷行舰 海鸥飞出彩云飞里的王建章 晚军里的二少爷周仲康一角色 令他在影视圈大火 可以说在琼瑶剧里 徐乃玲先后跟秦翰 刘雪华 林再培 张佩华 于小凡 金苏梅等人搭档 成为比林瑞阳 马景涛 焦恩俊 等男性都要资深的琼瑶男郎 除了琼瑶剧以外 他还主演了《昨夜情深》 《不归录》 《阁楼外的春天》 《红楼梦》 《金华烟月》 《风潇潇》 《心梦泪痕》 等电视剧 成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出台湾演艺圈 当红不让的戏剧校生 1989年 演艺事业红火的徐乃玲 跟空姐汪嘉莲结婚 婚后育有两子一女 其妻与儿女 现定居于加拿大 一家人生活很幸福 徐乃玲的孩子各个成才 小儿子徐挺忧 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 年轻20岁的他进入了耶鲁大学 就读5年有机化学博士班 顺利毕业的话也才25岁 而且每年都有38000美金的奖学金 相当于台币115万元 完全不用父母操心 而据其自爆 因为老婆汪嘉莲 建议她拍吻戏 她才不得不转行担任主持人 据悉 徐乃玲主持的第一个综艺节目是 接棒胡瓜主持 百战百胜之后 以综艺万花筒 台湾红不让等节目 大红大紫 从戏剧小声成功转型为主持人 迄今为止已主持了近50档节目 并于2006年和2014年两次夺得金钟奖 最佳节目主持人奖 因其纵横演艺界多年 唱歌演戏主持 样样型英俊帅气的模样 历经几十年变化不大 被誉为不老帅哥 徐乃玲说当艺人 就是要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有时候三天晚上不吃饭 让自己体重减掉三公斤 力真在镜头前达到理想状态 徐乃玲出众的外表和业务能力 使她成为台湾综艺大歌级人物 江湖人称奶歌 各大庆叠都真相邀请她当主持人 宋祖英到台湾开演唱会 赵本山到台北演出 都请徐乃玲当现场主持 可见她在主持界的地位 然而徐乃玲最近三年内 接连被曝在节目上 爆粗口婚内出轨 还陷入赌博 诈骗风波 60岁的她 万劫不保 好男人人设崩塌 徐乃玲个性耿直 向来又话直说 在圈内一脾气差 主称 没有一人敢在乃哥的节目上迟到 否则会被毫不留情的骂得很惨 小S有一次录制节目迟到 连连向徐乃玲道歉 2017年9月 徐乃玲在录制华视节目 天才冲冲冲实 因不满 后生晚辈的工作态度 讲话又没礼貌 在现场双手插腰发飙 大骂 唐从慎 我错了吗 总要经老尊贤吧 我错了吗 对你们不够好啊 你们欺负我 说我脾气不好 我被你们惹的 你们老是论我脾气 我是被你们惹的 唐从慎不停地道歉 没有拉哪个 没有哪个意思 你不要生气 但徐乃玲仍不断骂她 并接连用脏话伺候她 妈妈被骂的 唐从慎深夜直播 并爆哭 我不能接受我妈妈被侮辱 尤其是勾然侮辱 事件进一步升级 徐乃玲召开17分钟的记者 会发表声明 表示因录制节目沟通出问题 口出不雅字眼 为此向唐从慎 以及她的家人道歉 我自己有父母有孩子 这是很不雅的文字 竟然发生在我身上 抱歉 让大众看到这种画面 并承诺未来将更敬言慎行 搭档曾国成为她澄清 这些年很少见了 她也不会骂我 我顶多 录影迟到几分钟 几乎没见过她 这么气急败坏 人跟人相处靠的是默契 这点我很了解她 2016年 台湾媒体爆料 徐乃玲将自己 8000万台币豪宅米兰院 租给了杨强荣女士 杨强荣常常邀请台湾上流人士 来家中打麻将 一开始玩的是小牌 顶多输几万块台币 后来越赌越大 常常输赢上百万 有位黑道大哥一晚上 就输了200多万 其中董自其怀疑杨强荣 火头续姓男子炸毒 获利金额高达2000万 于是向台湾警报警 徐乃玲说自己是房东 不会干预租户的私生活 所以不知道自己的豪宅 变成了毒窟 后来被告的许新男子 承认自己受杨强荣 只是以偷牌方式炸毒 同时 徐乃玲在豪宅内部 大麻将的一组照片 也被媒体曝光 事情开始反转 杨强荣 反共说自己租徐乃玲的豪宅 是因为受到了她的欺骗 和徐乃玲一起 欺骗她的 正是当时控告她 炸毒的冬自其 杨强荣说自己 本无意租下徐乃玲的豪宅 但经不住两人游说 最终还是决定租下 当她租下豪宅后 徐乃玲才和冬自其 开始挑选家具 随后赌场开业 姚强荣为了自证清白 提供了许多影像文件等证据 她说 徐乃玲从头到尾 都知晓赌场仪式 豪宅赌博 还帮冬自其 筹措赌赌资金 杨强荣还控诉 徐乃玲背后威胁她 你威胁我 勒索我 徐乃玲否认欺诈 表示对这些不实施控 已搜集好相关资料 会对杨女士诉诸法律告诉 并向警方提交证据 与杨强荣对驳公堂 徐乃玲随后开记者会 陈青又挑出个曹女士来踢管 指控徐乃玲和冬自其 为了偿还赌债欠下的 3000万高利贷 以投资名义到处借钱 曹女士作为担保人 被蒙在鼓里 损失了1000万 曹女士还找来了 北京某家公司的李小姐 李小姐称徐乃玲 原本要给北京 中红天下投资 上亿台币资金 却没有兑现 反而拿钱去偿还了债务 导致公司倒闭 损失了3000万台币 李小姐要求徐乃玲 公开上亿现金流去向 不然也将从北京 提告她背信 徐乃玲说自己 没有见过李小姐 我从呱呱落地 到我今年61岁 我没有见过这个人 徐乃玲被三女控诉诈骗 一直不承认 自己做过那些事 她面对媒体 称自己是一个 多么多么大的受害者 这时徐乃玲 还被姚强荣 爆出婚内出轨 出轨对象 正是疑似 和她一起开设赌场的 董子琪 董子琪曾输过 19岁就和徐乃玲在一起了 杨强荣的辩护律师称 他们已经拿到了一段录音 录音中 徐乃玲亲口承认 自己和董子琪 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发生过关系 徐乃玲 多年来给人的印象 是顾家好男人 工作完毕后 马上回家陪谈谈孩子 家里的大小事 也是一手包办 婚后还戒掉了 很多生活中的坏习惯 大众听说 徐乃玲出轨后 难以接受 有台湾网友说 虽然外遇真的没什么 但装一副爱家形象 却发生不正常性关系 就很有什么 徐乃玲本人 则否认出轨 她笑着说 去讲 没有关系 讲一次 告一次 徐乃玲个人形象 受到损害 但她说 人走得直 站得正 永远不怕 我到现在没有怕过 现在有些人 联合起来 就让他们说 他们说的越多 错的越多 破绽越多 我可以告得更多 我相信司法 是正义的最后一个防线 此时折腾了三年多 直到去年才落下帷幕 今年年初 在综艺节目 天才冲冲冲冲中 身为主持人之一的徐乃玲 虽然说话中气十足 表达也很清晰 但她的面部表情 非常怪异 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 静照中的她 眼睛一大一小 左眼还不自然的抽搐 她笑的时候 左边嘴角不自然裂开 双甲有些不对称 出示过程中 有人也看到了 徐乃玲的不自然 于是调侃她 是否打针打得太多 她直接说自己 面部神经失调 为了了解详情 记者特意打电话 联系到了徐乃玲的经纪人 经纪人 正视徐乃玲 确实曾患病 之后 她立马到医院 接受针灸治疗 大概十几天后就康复了 如今徐乃玲的家庭 依然幸福美满 包括事业上 没有任何的瑕疵 但唯独 这起纠缠了 三年的案件 成为了其生涯的污点 如今已过六十大寿 希望徐乃玲 暴重身体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 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们下期见